另外为了让四丈朋友也能够体验到更多元的精彩人生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者潜能开发协会 29号的上午特别歇同了台湾铁马家族慈善协会 带领四丈朋友来到了花莲山木中心的飞旋屋 挑战攀岩的活动 而其中大多数的四丈朋友都是第一次接触到攀岩 对于未知的挑战让他们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四丈朋友在阴道员的指导下可服心中恐惧 挑战攀岩所带来的全新感受 这是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者潜能开发协会 协同台湾铁马家族慈善协会29号上午 在花莲山木中心飞旋屋所办理的攀岩活动 因为这是第一次玩这个 然后你就不熟悉整个环境还有技巧 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就觉得 我觉得是有种用蛮力的感觉去吃吃吃吃 所以你当下有没有心里超紧张的 有很紧张 怕随时会掉下来 他就是让我们会觉得说 很好奇 但是又很害怕 对因为 他不是我 因为眼睛看不到 是我们很难掌控的东西 所以像我有时候都不知道下一步到底 比如说他讲的一个大概方向 可是对我来讲那个方向不能有任何偏差 因为那个点只有某一个小小的位置是对的 其他都是错的 对 很难 很难 对啊 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其中大多数的市场朋友都是第一次接触到攀岩 对于未知的挑战 让他们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在不依靠任何工具及人的帮助中 一次次的跌落 却依然不畏惧的完成攀岳岩墙的艰难任务 那今天很感谢就是身心障碍者协会的林理事长 有他们的团队能够来到花莲 然后也到飞旋屋这边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 那飞旋屋我们所提供的部分 其实是在关怀一些弱势的孩子 然后也帮助一些单亲的妈妈们就业 然后这个是大家能够一起使用的平台 能够一起关心我们花莲的社会 那这次我们是第二次接待身心障碍者的市场协会 来参加攀岩场这个活动 那这个场地是很适合家人 跟孩子们一起来活动的地方 花莲生物中心伴依洛斯家庭 而少科后照顾服务已有长达16年 这次透过和身心障碍者 潜能开发协会合作 也开启了市场朋友 更多元的精彩人生 记者徐立琴花莲市报导